蝉联四年 2024年实力传媒办理 县市食育力城市大调查 花莲县政府再度获得了五星级的平等 而在农业和环境面向 稳坐全国第一宝座 而县长许正卫今天就特别清零售奖 并且也感谢了各界对花莲的肯定 未来也将会持续的生化食农教育 提高饮食文化素养 促进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 现在学校表示 花莲县有机耕种面积33公顷 为全国第一 截至到113年3月 有机农户高达719户 提供食农食育教育 完善的环境 今年也发展大健康产业 重视预防预写的理念 花莲县从零岁开始 提供新生儿代谢 异常疾病筛检 并为65岁以上 长者提供免费的带状泡枕检测 然而健康的生活方式 需要每个人的亲自实践 因此永续发展是花莲日常的目标 我们零岁开始 也由我们孩子新生儿 一个代谢的免费的塞紧以外 另外其实在65岁以上的长者 以及50岁以上的云术女长者 其实我们对于代表靠测诊 是免费出色的 这也是现在 我们当政府不断的在发言推动 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们将我们的长者 还有我们的幼苗 准备我们最重要的健康存折 然而健康存折 必须由我们一个人 一个人所实践 所以永续是花莲日常 那如何已经外面的人 外部的人来到花莲 或者让花莲的相机 能够认识饮食的重要 食欲也重要 所以刚才这位有说 我们的定义24解析如何去使用 而在教育就相当的重大 所以花莲现实第一个 我们启动中央重防 让我们所有的孩子 能够在营养师的指导 以及支持农友 让我们整个花莲的营养 营养午餐 我们的在地的占比是60% 花莲新政府致力发展永续城市 丰收有机农产足够供应之外 推动农产品行销 国际发展不余力 尤其许中卫率领群务团队 参加2024年东京国际食品展 并辅导花莲县 农特产品上架日本最大的群木平台 让花莲走向世界 世界走进花莲 记者综艺台北时报道